現在吃東西真的沒什麼底線 連這些死黃線仔 連腸、膽、豚物都要吃 經濟環境不好 沒辦法 講過不好聽 真的不捨得丟 不過通常你們都會選大條的 好像這條黑暗暗的糖室 你們實在不喜歡 見到這些糖室 千多天留給我吃 老闆娘說 這些瓜苗 也早在目光市場取購 看起來非常英俊 又嫩 做這個菜 又肥時又肥膩 一看這個瓜苗 就知道是新鮮 我最欣賞老闆娘做這個艾馳 非常漂亮 好 好 說不快上去 這間店的老闆是豐胖人 豐胖人 豐胖人 是豐胖人 就是豐胖雞 這隻雞針 絕對是沒得頂的 不過賣上稍微差一點點 好 說不快的黃線仔 摘上來了 老闆說 原條生摘 非常美味 這道菜 這道菜 食材絕對100分 不過烹飪的話 我最多打80分給它 烹飪的過程中 它沒有把自腥的血和殘 轉化為鮮 反而這個艾馳 是沒有用水去搓粉 全靠艾汁 非常漂亮 這個艾馳 是我去過這麼多間店吃的艾馳 它是做得比較最好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試 一定要試一下這個艾馳 有鹹和甜 兩個人 豚面上的菜 乾掉了一大半 好了